大家好 我是吳仔 這一節講黎明 請大家按LIKE支持我們的廣播 四大天王之中 黎明我是最負責的 但最負責得來我也有關注黎明 近來黎明好像說在澳門開演唱會 有人說貴到飛起 6000元看90分鐘 不是吧 90分鐘好像太短 有知情人士爆料說黎明一早唱歌已經不夠戲 做這麼長時間 之前看到他要搭動棟笑 Cat Walk Show 者哥那哥 豬骨 豬頸肉 這樣才可以買到整件東西出去 究竟是不是真的這樣 但我們飛龍哥說許冠傑 年紀比他大那麼多 演唱時間比他更加長 為什麼黎明會這樣呢 你又覺得是不是找笨呢 我們交給他 真的有跟許冠傑做過事 亦有搞過演唱會的窮飛龍先生 跟大家講解一下過小時的內情 交給你 謝謝五弟 大家好 我是飛龍 今天我想說一下黎明 原來在澳門開演唱會 但看價錢我有點驚訝 最貴的那張票可以賣成六千元 而且已經寫明演出時間只有九十分鐘 究竟黎明 六千元的票演出九十分鐘有沒有市場呢 今天想說一下這件事 大家都知道香港現在開關了 又出家不用戴口罩了 那些人說 那些演唱會有可能沒有之前的人看得那麼瘋狂 因為有其他選擇 尤其是你看現在多少人走出去旅行 所以例如有最近歌神去冠傑 七場的紅磡體的館裏面 有一半的票都是賣三八八十元 歌神就罵一包而已 但其他歌手未必是這樣 好像黎明一樣 其實黎明近幾年演唱會 他的票的價錢都是偏貴一點點的 例如黎明2021年在紅磡開過 Talk and sing演唱會 這個演唱會裡面 其實只有一半時間是唱而已 另一半時間是在說話 當時全場賣八八八十元 最初在想起來算不算貴呢 雖然黎明其他演唱會來講 已經算是便宜了 因為黎明去年年尾在中環 海濱活動空間搞那個戶外演唱會 最便宜是九八八十元 最便宜是比紅磡開過 但這次你沒有以為 因為紅磡那次有一半是唱歌 一半是說話 所以便宜一點 黎明這個活動空間的演唱會 因為他隔離時演唱會 其實演唱時間更短 只有四十五分鐘 九八八十元 一千三八十元 還有一萬三千元 那個是被車駕駛進去的 但可以坐到四個人 但除了雲的話也只有三千多元一位 黎明曾經說過 看他的人很有趣 要看他的話 多少錢都捨得去付 但話雖如此 去年他在中環搞那個演唱會 那次開了兩場 每場大約是7000人左右 那次真的不爆 那次看回很多留言說不爆有很多原因 第一 十二月那段時間 在戶外開演唱會是很冷的 不是個個頂得順的 其次的人就是 我只有四十五分鐘之前 還要看其他跟黎明沒有關係 那些東西不划算而已 但不知道有沒有發覺 這幾次黎明演唱會有一個很大的共通點 他唱歌的時間其實不是很長 例如他現在澳門搞這個演唱會 他寫明唱九十分鐘 這個演唱會其實是澳門搞的是一個系列的 因為其實就不止他一個歌手 即是黎明演唱之前 那個月就是榮祖兒做開 榮祖兒那裡的票其實跟黎明不相伯仲 都是最貴賣到6000元 那些便宜的就是680元、988元 榮祖兒搞的演唱會有2000元、5000元以幾款 那次的演唱會就是 6800和9800就賣光了 OK啊 這個是現在很多時候我們看演唱會的價錢 那2000元是有少量的 但是5000、6000元那次就不是說賣到很多 而且榮祖兒那次也開了10場 但是他那場呢 澳門那場就不是很大的 坐了5000人而已 那你算回紅館來講 就算開10場就等於5場左右 那不要緊啊 榮祖兒本來香港也開到20場 那些非貴一點的話 這樣算回澳門開5場也合理的 但是黎明這次好像大約開14場左右 那他算回演唱會的價錢 其實跟榮祖兒那次差不多 這次又是有6800、9800 但是中間多一些價錢的 有13800、2000、3000、5000、6000 哇有多少款的價錢 7款價錢 5000人的裏面有7款的價錢 都挺有趣的 但黎明在九年香港開過兩場都不爆的話 這次在澳門開這麼多場的話 會有些牙煙呢 只能說有幾樣東西 有可能情況不一樣 第一就是現在是通關了 多了很多內地的人可以來看演唱會 第二 黎明的演唱會的編排很奇怪 他演出的日子 第一、第二場就連在一起 第三、第四場就差不多隔了一個禮拜 接著又再隔兩個禮拜 為什麼呢 最初我在想 黎明真的被人說他不夠氣 唱幾場 然後休息很多 原來看得下原來不是 因為有些人去澳門這個場比較特別 他就全部在 假期一人星期六日開 有些日子多些人去澳門看演唱會 其次例如他5月1日、2日開 公眾假期五一而已 不過現在歌手很流行 一人唱兩、三場就休息一、兩天 我看見Eason、張敬軒 他們一開得長的演唱會 開成十幾二十場就是這樣做的 但Sam也很厲害 我看見Sam也很厲害 他現在開七場演唱會 他其實是休息一天而已 有一段是連唱五天而已 但Sam已經七十幾歲 是啊 黎明現在幾歲 黎明是不是好像四十天王最小 劉德華也是剛剛登陸 黎明是56歲 應該比Sam 年輕人來過 如果相比Sam的話 但不知道他近幾年開演唱會 都不會唱得長 當然有些人說集中聽演唱會 其實外國也不是一定很長 但外國歌手有多不唱 都會唱兩小時 黎明90分鐘 會不會太過吊癮 有時精明師傅會者會想 我當他最貴的價錢 五、六千元看九十分鐘 是否值得 例如像上次開的那些 最便宜的兩個價錢 反而是最先賣光 但各個不同 例如欣宜開演唱會 欣宜反而是最便宜的價錢 最後還未賣光 還要很多年位 欣宜是剛剛相反 是否欣宜的觀眾比較有錢 年初的時候 香港今年年初的時候 Batpink未來香港 搞演唱會 那些價錢 最貴都是2999 2999 即是3千元 我當他齊頭3千元 相比黎明之下 Batpink底 國際知名歌手 黎明已經去到這個級數 黎明是比國際知名歌手貴 不過說實話 我們經常聽 黃牛黨在這裏炒票 可以炒票 例如MIRROR那些 炒票成六位數字 但六位數字未必有市 但五位數字還是有人買 所以黎明其實 演唱會 這些情況是算到 預期黃牛這樣炒的話 不如我做黃牛黨 即是黃牛的價錢 起碼他都是四位數字 還有我想想一下 這個可能是一個好方法 這些票 賣到這麼貴的話 黃牛黨未必 肯定去買票回來炒票 因為成本增加 有風險 又會計算黎明 之前那些 即是中環那裏兩場都不爆 會不會今次這樣的話 真的炒不過 對呀 你看像榮祖業這樣 賣到五六千元那一剎 原來賣到這麼貴 那一剎也不容易賣光 有可能這個價錢 就可以倒絕到一些黃牛黨 是不是這樣想 與其黃牛黨炒這麼貴 不如首先我們自己做黃牛的價錢 買出去先 但說到黎明演唱會 是不是真的這麼不划 但原來不是的 我看到還有些package 即是有些情況不划 是否免一個價錢 暗底人 即是原來這個演唱會 本來應該是賭場酒店的 還有一個package 就是原來可以買去那些套票 即是包買住宿 跟著送兩張黎明的票 反而是二千多元 算起來好像很划算 是不是其實 哄別人逼著他買這些套票 即是那些免價而已 實質是想借演唱會 就是多人去預訂酒店的 這個也是一個很好的策略 記得當年 EG那時候 英網捧龍祖儀 為何最初的唱片這麼好賣呢 我不知道大家記不記得 容祖儀投了幾張唱片 在裡面買唱片回來 跟著送那些 SK-2 sample 或者一些 Coupon的東西 價錢比唱片更貴 那當然是買唱片 贈品比唱片更貴 你明白嗎 所以會不會這些情況 演唱會的價錢 升到幾個都不重要 因為最後其實都是 我可以是 租酒店 買package 那時候一樣可以燒 一些飛上去 所以很多時候 演唱會的價錢 真的很多層次不窮 因為我看到黎明有些粉絲 都投訴 覺得黎明現在開新演唱會 都不搞Encore 第一次就說 噱頭 幾年都不搞Encore 那些人覺得你是偷工減 你看一看 張敬軒 下一次Encore 破紀錄 好東西都沒有收檔 不用一定說要學張敬軒 Eason 現在很多時候 他搞演唱會 都是有Encore 很多時候 Encore 也叫做Encore Eason的賣 就是 最後Encore 那首歌都不一樣 在某一個年份 代表他出道的東西 也有些噱頭性的東西 黎明有時候 有些事情 去到某一個情況 又要反撲貴真 Encore 因為真的有歌迷投訴 不滿意 黎明的演唱會 當然有人說 是不是香港的歌迷被人中壞了 因為外國歌手 其實不流行有這件事 但你帶圍都是這樣做 你又不去這樣做 那就有些吃虧 而且我看到黎明有些粉絲 投訴 黎明下次不要再搞那些 又講又唱的演唱會 第一 那些人看黎明 真的喜歡去唱歌 當我聽他說話 跟黃子華剛剛相反 黃子華最好說多些 不要去唱歌 有人分析過 因為黎明那些 金巨王 說一兩句就說OK 但如果整個Show 都是這樣說 尤其是黎明那種 說話比較平 說那麼長時間 就變成有點悶 所以黃子華那些 說話那麼吸引 其實他也有很多 在裡面 黎明就不是那個 所以其實就不適宜搞那件事 那次我是看著 看著黎明的粉絲 是這樣留言 不知道大家認不認同 這件事 但是黎明呢 不知道好像 在四大天王 來看的話 好像是 有少少 比較墮後 那一個 因為曾經 他們那時候 不知道整天說 傳說想搞四大天王演唱會 但說來講去 其實只有黎明一個人想搞 其他三個就 不是很理會黎明 你會看到 郭富城很勤奮 他的演唱會 整個演唱會 都是跳舞的 有時候我都很佩服 郭富城 你不累嗎 黎明呢 很多時候 你見他的演唱會 現在都是站著 就這樣唱 但是站著就這樣唱 也不會唱得很長 其實是不是真的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 黎明演唱會 因為真的有人傳聞 說黎明 現在唱歌不夠氣 不可以唱得太長 這些真還是假的 你可不可以告訴我 如果你說跟黎明偶像級的級數 有時候真的猜不到 我覺得現在好像 例如香港來計 純粹計香港 好像鄭醫健 好像受歡迎黎明 鄭醫健 去年開演唱會 都開了九場 紅館 還要坐爆 這些人不是經常說 鄭醫健 不會唱歌嗎 但是他竟然是坐爆 鄭醫健演唱會裡面 我看片段都唱得不錯 有進步 鄭醫健 如果鄭醫健跟黎明相比 黎明很明顯應該實力過 鄭醫健很多 但是他又處理到 這麼長的演唱會 這麼多場數 還好似如果沒有記錯 鄭醫健這個演唱會 九場是直落 沒有休息 很厲害 有可能鄭醫健的歌 也會比較容易唱 所以有時候 真的猜不到 人生還沒去到中頭 最後你都不知道 誰是受歡迎 當年 80年代 譚美琳和張國榮 鬥得很厲害 當時80年代 有人還是譚美琳 稍微 聖少少 因為當時 如果你說唱功 來說 譚美琳的歌 就難唱過張國榮 但是張國榮 好像後來的後勁就越來越好 因為張國榮 不是說要唱一些很難的歌 而是唱到 是很有味道的歌 所以見哥哥很厲害 世世了20年 接下來 都要4月1日 都要有紀念活動 還要這麼多紀念 哥哥的新歌 即是重唱那些新歌 那些人說張國榮 真是一個奇蹟 即是又要英俊 又要演得 又要唱得 都跳得下 那些人說 暫時之間 可不可以數第二個 好像張國榮一樣 我都要想一想 又沒有 我不知道 我暫時之間這樣說 我想不到 或者你們告訴我 為什麼我說黎明 四日天王大到後 你看看其他三個天王 起碼都開了十幾二十場 是的 他們起碼都開了十幾二十場 但黎明就是 唯一一個是十場 都開不了演唱會的天王 即是四日天王裡面 這樣算的話 如果純說演唱會的場數 好像是排 最尾那個 然後你看我三個天王 還有拍一下電影 是黎明唯一 沒有電影拍的 因為當年 唱歌當然是張學友 跳舞當然是郭富城 演戲當然是劉德華 當年經常問 黎明是甚麼 英俊 英俊 英俊是否有限期呢 如果這樣算 姜濤也有點危 所以最後有一件事 可以提一下黎明 因為我覺得四日天王 黎明有一件事 比其他三黨的天王 是聰明一點的 就是 他的MV是比較好看的 可不可以 找一次 演唱會裡面 是環繞黎明 當年的經典MV的回顧呢 我覺得這個也是一個 挺好的賣點 如果真的要說話的話 黎明要說話 不是說搞爛 是說大家的共同回憶 當時的MV 為甚麼會拍出來 為甚麼會拍得這麼好看呢 黎明有某程度上 他的MV當然是有製作 但當時的90年代 有些話時代 今天看他的MV 都不覺得老套 這件事真厲害 還有很多套自己做導演 請問 請問 MV分享會 也有可能 也有可能 這些有鬧動的小小 是跟他的歌曲有關 我純粹說話而已 大家都可以提議一下 黎明再開演唱會 會有甚麼新鮮感 如果大家可以 大家想看的話 好 今天的娛樂新聞講到這麼多 遲些再分享其他娛樂新聞 就這樣吧 拜拜